國民黨主席選舉倒數 張亞中網路聲量 在黨內一枝獨秀 但氣寶孔中氛圍卻滿天飛 擔心國民黨變成小紅 原本跟黨主席 將啟程關係友好的國民黨立委 陳維州 他率先在臉書表態支持候選人 朱立倫 場外支持者加油聲不斷 突然一名支持者下跪成情 這可讓朱立倫急壞了 趕緊扶起 似乎也凸顯藍營黨內主席選舉 殺得刀刀劍骨 因為上午在臺中政見會 朱立倫又槓上張亞中 他是國內非常著名的同派學者 這個我想不是我講的 是媒體大家都這樣講 張亞中的主張 對老共來講 對北京來講 就是最好的從一國兩制 走向兩岸統一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黨主席的候選人 竟然會丟一個雪滴子 給我們的其他候選人說 你是紅紅你是武統 而拿不出任何證據 難道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也要學民進黨那種低山下流的那種招數嗎 張亞中反駁再反駁 儘管網路聲量在黨內一支獨秀 力壓其他候選人 卻抵擋不住黨內蔓延氣保孔中氛圍 和江啟成友好的立委林維州開第一槍 率先臉書表態 支持理性不走偏峰的力量 力挺朱立倫 緊接著雲林縣長張立善 南投縣長林明珍相繼表態 讓身勢暫時落後的江啟成 也罕見動怒 對朱渣火力全開 黨內打得火熱 連好久不見的韓國瑜 也在美國和夫人李嘉芬合體 加入主政 論述聽起來還跟張亞中有幾分相似 是不是要號召聲欄 還不知道 但主席選戰這分裂戲碼 還沒落幕 華視新聞學員張靖傑 台北報導